澳门落荡某酒店客房发生一宗凶杀案 死者为一名内地男性居民 澳门司警局5月5日早上表示 前一人已在内地被捕 司警局将于5月5日下午20-30分举行特别新闻发布详细交代案情 司警局报案中心4日下午5时42分接获消防局通知 指路荡城某赌场酒店一客房发现一名男子死亡 死者头部有猎伤并已出现失斑 司警立即派员到场跟进 司警抵达现场后进入客房搜证 经初步检查尸体 发现死者头部有猎伤 颈部和手均有预伤 初步判断死因有可疑 立即启动现场勘察程序 寻凶杀案方向调查 调查人员随后在酒店房间带走多代证物 包括疑死床单等物品已做化验 司警局随即展开侦查 经深入调查和取证 最终锁定作案人身份 即为一名内地居民 于放案后在5月4日清晨已逃离澳门返回内地 司警局随即启动与内地的紧急警务联络机制 将作案人身份通报内地警方 于5月4日晚上11时许 内地警方成功将作案人逮捕 有初步消息称 死者2、30岁内地居民 不排除涉及避换金钱等问题 根据资料 这是本澳今年发生的第二宗凶杀案